世界杯快评 由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贩述播出 G20峰会 为家中领导人短暂交谈 提及气候变化 欢迎收看今天11月16号的凤凰 每周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G20峰会期间进行了短暂的 非正式会晤 特鲁多就谈到俄乌冲突 朝野半岛局势 以及即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消息指 特鲁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峰会会议间隙 进行了短暂的交谈 特鲁多还特别提到了 中国在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上所起的作用 主席习近平和共产党的交谈 我們互相提出相似的問題 我只是證明了外國違反 但也就是COP-15在曼特曼 是為了兩國的成功的成功 因為核酸化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特努多在峰會上宣布 加拿大將撥款7.5億加元 幫助亞洲發展中國家 改善基礎設施和生產新冠疫苗 這筆款項也是加拿大政府即將公布的 印太戰略中最大一筆撥款 同時加拿大還將撥款8000萬加元 用於幫助發展中國家 加強對傳染病的預防和應對 當天加拿大國防部長也回應 有關北約成員國波蘭 靠近烏克蘭邊境地區疑似遭到飛彈攻擊 造成至少兩人死亡的事件 我們正在調查這個情況 國防部長補充 加拿大是20國集團中力主制裁俄羅斯的國家之一 G20峰會之後總理特努多疫情將會前往泰國 出席亞太經和組織峰會 總計十天四國的訪問行程 最後一站會是在北非的突尼斯 屆時特努多將會出席法語國家首腦峰會 鳳凰衛視 組合情 武警蘇一恒 文革華報導 前總統特朗普15號就宣布第三次 角逐2024年總統大選 共和黨內部對此看法不一 而民主黨方面 美國總統拜登的團隊已經開始實施一項名為 特朗普項目的計劃以應對特朗普的挑戰 儘管共和黨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 總體表現不盡如人意 但特朗普仍然按照計劃 於15號晚間在海湖莊園正式宣布 參與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 特朗普的親密政治盟友 立即對這個決定表示支持 例如極右翼的佐治亞州共和黨眾議員格林 德州共和黨眾議員內爾斯 他表示美國的復興 從特朗普宣布再次競選開始 而特朗普在美國國會參議院的親密盟友 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格雷厄姆 尚未對特朗普表達直接支持 但對特朗普公開的政治策略表示稱讚 格雷厄姆在推特上寫道 如果特朗普繼續保持這種基調 並始終如一 他將很難被擊敗 但另一部分共和黨人 特別是共和黨建制派 則直接指出 特朗普無法成為黨內提名人 這包括馬里蘭州州長霍根 阿肯色州州長哈欽森 而特朗普昔日的手下 前美國副總統彭斯表示 共和黨將有更好的選擇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共和黨需要向前看的領袖 而不是總是回顧過去 並自稱是受害者的候選人 紐約時報報導稱 針對特朗普第三次競選 並宣稱要奪回從他那裡被偷走的白宮 拜登團隊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月 實施一項名為特朗普項目的計劃 拜登的通訊戰略師鄧恩 和白宮副幕僚長迪隆等顧問 正在制定應對措施 這包括強調特朗普是美國民主的威脅 特朗普執政四年 並沒有給美國人民帶來實質的福祉等等 雖然拜登尚未正式參選 但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的參選將會激勵拜登 因為拜登認為他是唯一可以擊敗 特朗普的民主黨候選人 鳳凰威視 王冰如 王天逸 華盛頓報導 行動反仇恨聯盟召開網絡研討會 探討日益飙升的仇恨犯罪 或將威脅到美國民主政治等議題 本次的會議由美國前參議院 少數族裔領袖夏勒博主持 有請到了包括南加州科文納市市議員 Walter Allen 加州媒體聯盟主席Louis Freiburg 以及行動反仇恨聯盟創始人 何美美等發表講話 探討關於仇恨犯罪問題 對美國民主政治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以及大眾媒體在引導公眾輿論中 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 洛杉磯縣縣憲政委員凱斯林巴格也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發表講話 並表示自疫情以來 洛縣亞裔居民在防疫抗疫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但卻遭受到了更多不公平的待遇 他希望大家能團結起來共同面對仇恨犯罪 Los Angeles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 has dedicated funding to further our L.A. vs. hate initiative It's never been us versus them It's all of us against hate To our Asian communities, I stand with you A Chinese proverb says Better to light a candle than to curse the darkness May each of us commit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與會嘉賓還表示 仇恨犯罪和仇恨事件在全美範圍內的飆升 對美國的民主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不僅威脅到了少數族裔群體的安全 更對年長者和弱勢群體造成了傷害 為了防止美國民眾進一步失去對國家的信心 聯盟表示必須採取果斷而有效的行動 為了解決方案 並強勢地實施 聯盟也表示 執法在有效的解決方案中 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需要適當的教育及訓練 每一個級別的執法人員 而公平、不偏不倚以及正確的報導 仇恨犯罪及仇恨事件 也同樣是任何解決方案中最基本的一條 好 鳳凰卫視 聯罕琴 洛杉磯報導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機構EMS探討 如何保護身處長期護理機構居民的權利 爭取自由和獲得人權的鬥爭 不僅在街道和投票站進行 它也在被遺忘的護理和療養院的角落裡進行的鬥爭 在許多方面 年齡歧視將老年人推向了一個孤立的文化關注點 退休和體弱者被認為不適合工作 他們為社會做出貢獻的能力受到質疑 對這些團體表達自己的聲音的能力 產生了間接的影響 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來 長期護理居民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 沒有適當的遠見和規劃 長期護理院被鎖定 基本上成為其居民的監獄 加州長期護理監察員計劃是個人在加州表達任何投訴和問題的最直接途徑 所有長期護理機構都必須要有一張可見的海報 上面有如何聯繫他們的監察員的信息 居民也有權利組織居民委員會 作為在養老院管理人員之間建立問責制的一種手段 本次的乒乓球賽經過兩天100多場比賽 團體比賽由成縣華人聯誼會乒乓球隊奪得冠軍 南加州海南會館乒乓球隊奪得亞軍 美國柬埔寨華裔團體聯合會乒乓球隊奪得季軍 單打乒乓球比賽前三名則由成縣華人聯誼會代表石英榮奪得冠軍 美國柬埔寨華裔團體聯合會代表劉寧祥奪得亞軍 美國柬埔寨華裔團體聯合會代表郭漢棟獲得季軍 第五届粵減寮乒乓球比賽 籌委會主任楊俊英主持了大賽開幕式基本届賽事 在開幕儀式上世界粵減寮華人團體聯合會秘書長李洪良致詞並表示 本届乒乓球比賽在美國柬埔寨華裔團體聯合會的努力推動 及各僑團積極配合下順利舉行 而推進乒乓球運動也有利於促進中美更加廣泛的民間交流 希望這小小銀球也能促進月減寮社團更加團結 團結才有力量 有力量才能更好的服務僑社 造福於廣大民眾 第五届月減寮乒乓球比賽 籌委總監張建偉也在當天表示 本届比賽受到了眾多僑團的積極響應 這體現出了在美華裔的團結、友誼、互信與互助 而本次比賽也是一個讓球友們切磋球技 以球會友、增進情依 也是促進體育與健康的良好平台 鳳凰衛視白亦辰 洛杉磯報導 休息一下回來再告訴您更多 再來關注中國兩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6日下午在巴黎島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習近平指出當前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 特別是大國應該以身作責發揮帶頭作用 多為世界注入信心和力量 古特雷斯再次祝賀習近平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聯合國高度讚賞中國堅持剁邊主義 古特雷斯表示聯合國堅定支持一個中國原則 一個中國原則是不可觸碰的紅線必須得到尊重 古神星一號搖四運載火箭 在16日下午2點20分 在中國九泉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升空 古神星一號搖四運載火箭 將搭載的五顆吉林一號高分03D衛星 順利送入預定軌道 發射任務獲得圓滿成功 這批衛星主要用於提供商業搖桿服務 此次任務是古神星英號運載火箭第四次飛行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回來還有財經方面的消息 不要收看 歡迎回來一起來看今天華爾街方面的消息 週三 美股收跌 市場情緒一方面是受到了零售巨頭Target不佳財報的影響 公司上季度净收入是同比減少了一半 公司股價暴跌13% 那這和此前公布樂觀財報的沃爾瑪 是形成了冰火兩重天的景象 那說明零售行業的表現正在出現分化 實際上在週三另外一家零售公司 Louis公布的財報就好於預期 公司的股價是上漲了3% 另外美國的整體消費其實還是呈現一個擴張態勢 因為在週三是公布了10月份 全美零售銷售額是上漲了1.3% 超出市場預期 但是華爾街對於這份數據的解讀並不積極 因為一份積極的仍然在擴張的消費數據 意味著可能會刺激美聯儲繼續加息 另外週三芯片股普跌是拖累了科技板塊 那麼美光科技是宣布將減少明年的資本支出 並且下調內存芯片的產量 公司的股價是收跌6.7% 費城半導體指數整體是下滑了超過4% 不過盤後另外一家芯片公司 英偉達是公布了樂觀的財報 公司的數據中心收入同比增加三成 那麼股價盤後是反彈了3%左右 另外值得關注的還有能源板塊 是伴隨著油價的下滑成為了標普 11個板塊當中的領跌板塊 板塊跌幅超過2% 那麼對於中國等市場需求的擔憂 是超越了德魯日巴輸油管道的恢復運營 油價是重新的下滑 布輪特原油跌1.2%至每桶92美元左右 德州青田油是跌至85美元左右 其他資產方面 十年輕美債收益率 目前仍然是維持在3.7%的下方 而美元匯率是小幅下滑 美元指數DXY是下滑近0.1%至106% 而黃金的價格是基本上持平 是在1770美元每盎司左右 鳳凰威視 陳飛飛 紐約報導 再來看世界其他地區的全球財經指數 中文字幕提供 最後來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氣預報 中文字幕提供 traject各位同課 check 你的 紀錄 通敞 對 甚至 Sno sert 被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小姐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凤凰美洲新闻友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